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精深煲令汤,身体好健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精深煲令汤,身体好健康》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为是健康》 《精至令汤》 我是主持人Yanny 在我身边的人是汤师傅 汤师傅好 Yanny 你好 大家好, 觀眾朋友, 大家好 湯師傅, 資深廚師 超過40年的攀任經驗 曾在廣州白天鵝飲職 三藩市灣區割粵菜酒樓 擔任主廚超過30年 煲湯, 點心, 各種粵菜 真是沒有東西難到他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我今天一入片場 我真的聞到一股味 就是知道師傅今天要準備他的私房菜 榴槤雞煲 是的, 我們今天和觀眾朋友介紹的 這個是榴槤雞煲 而且我之前做功課 我找了很多博主 都是沒有用榴槤肉來煲的 所以師傅, 你今天… 我們介紹的是用榴槤肉來做的 我們強調口感 吃下去的營養價值 師傅, 除了今天有榴槤雞煲 我們的精菜又是什麼呢 何香蒸魚隔 何香蒸魚隔 師傅, 事不宜遲 快點介紹你的私家菜榴槤雞煲 對, 主角當然是榴槤和雞 我們的配料 配料會用到肉粥、杞子、紅棗 肉粥、杞子、紅棗 這個是忌廉奶 增加它的滑度和口感 有點中西結合的感覺 對… 我們直接做給觀眾朋友 大家看, 好嗎? 直接做給觀眾朋友, 我看了 我們燒紅燒熱的鍋 燒熱的鍋 燒熱的鍋 我們加牛油, 起鍋 這個牛油也可不可為之大一塊 牛油 我們加兩件大薑 是否才煎香的東西呢? 對, 兩件大薑 大薑, 有… 有一點蔥 蔥 用的是蔥白 對 增加鍋的香味 好 油油, 蔥白 放水 馬上放水 這是冷水還是滾水? 熱水 熱水 馬上將熱水沖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之後呢 我們把紅棗 紅棗、肉粥 肉粥 放進去 用湯底 我們這個肉粥 大概今天也有15克 是嗎? 15克 我們蓋著蓋子, 讓它煲滾 我已經聞到牛油的香味 煲滾 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就要把雞上一上味 上一上味 因為雞是… 我們要強調一個口感 可以做菜 也可以做湯 哦 黃毛雞 是嗎? 是的 我們呢 師傅, 如果我平時 我不會斬雞 我可否用剪刀剪 當然不行 所以真的是… 我們這個紹興酒 要考一些刀工 紹興酒 大概 哇, 也挺多的 有這個四匙羹 我們這裡是整隻雞的份量 這裡是一隻雞 一隻雞 一隻黃毛雞 然後再加些薑片 先加些薑片 是否可以去它的聲音 對 你越來越厲害 你跟著你 一定有些收穫 然後再加些鹽 鹽 鹽 鹽大概兩… 兩茶匙 糖 糖 哇, 很滿滿的茶匙 糖永遠會比較多鹽 三茶匙三五 加些雞粉 均勻滿滿的茶匙 雞粉也是調到鮮味上 對… 加兩茶匙 我們先把它拌勻 開始拌勻 目的是拌勻 對 讓它的味道均勻地分佈在雞裡 在這邊 師傅, 你怎麼想到去創這個菜式 這個是一個… 東南亞裡面 它比較流行的榴槤雞 只不過它沒有加到忌廉奶 哦… 我們就… 在美國生活 要中西合璧 是這樣的 我們會加了牛油和忌廉奶 就會更加這個口感 更濃 對… 看來觀眾 我們的這個忌廉 是我們超市 一般超市買到的 Heavy Ripping Cream 就可以了 我們平時做芝士蛋糕 都會放進去 是 加了生粉 生粉 少許生粉 鎖住它的水分 讓它不要流失 大概三茶匙 對 我們把它拌勻之後 師傅, 如果鹽這個雞 即是太多油 因為我們已經加了牛油 這個雞如果我們不要雞皮 會不會有那個香味呢 沒有雞皮, 雞沒有那麼香 好, 我們最後加少許麻油 加少許麻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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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一湯匙左右 嗯 再拌勻 已經很香了 因為麻油的香味 已經出來了 之後呢, 我們趁這段時間 我們就 拿些榴槤肉出來 去核 或者捏開它 要… 哦, 要揉開它 要捏開它 所以其實雞也不用點葉 就可以放些榴槤肉 對 哦 那也算是快手菜 這個 你好像打火鍋一樣就可以了 打火鍋 大家坐下一起吃就可以了 一刀 好了 那我們現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水滾了 水滾了 水滾了 水滾之後呢, 我們就把榴槤放進去 先放榴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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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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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可以馬上放榴槤肉 還是要熬它 我們這裡呢, 讓它水滾 水滾 水滾 水滾, 湯滾就可以了 真的好像打火鍋一樣 是啊, 打火鍋一樣 那些… 已經滾了一會兒 榴槤呢, 煮開它 本節目由安樂居特別贊助播出 安樂居擁抱安樂人生 然後就可以馬上放榴槤肉 還是要熬熟 我們這裡呢, 讓它水滾 水滾 水滾 水滾, 湯滾就可以了 真的好像打火鍋一樣 是啊, 打火鍋一樣 那些… 已經滾了一會兒 榴槤呢, 把榴槤煮開 哇, 這個撲面而來的 這個榴槤特有的香味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裡 我們就加一點味道了 加一點味道 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就可以了 我還是要一茶匙的鹽 五茶匙 那呢, 因為榴槤已經甜了 所以不用加糖了 好, 就加一點鹽 加一點鹽 調味道 是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下雞吃了 那今集就有點特別了 看來我們就不用… 是 等一小時, 兩個小時 我們直接就可以試吃到 好像打火鍋一樣 好 把雞放進去 對了, 如果觀眾特別喜歡師傅的 這些私房菜 別處找不到 一定要留言給我們 我們才可以叫師傅 準備更多的這些獨家菜 給我們 是啊, 可以的 好, 我們水滾 好, 湯滾起來 雞已經差不多熟了 哇, 這樣一定是非常嫩滑 對, 我們要強調口感 這個就要… 哇, 現在整個片場 都已經是榴槤的芳香味了 那我們大概滾一分兩分鐘 就可以了 即是看到有泡泡 是的 這樣就可以了 在這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杞子放進去 因為杞子不可以… 不用滾那麼久 稍微煮熟就可以了 我們就好像打火鍋一樣 嗯… 連湯連雞吃 所以如果是其實除了雞之外 如果是打火鍋 有沒有放些其他蔬菜 放些肥牛 對, 你可以吃完雞之後 拿回原湯來錄東西 哇… 師傅, 我看到這個已經起了這個泡泡 即是湯已經滾了 滾了 我們可以加這個奶油進去嗎 是的, 我們等雞肉… 現在的雞肉已經有八成熟了 嗯… 再浸一浸 之後呢 我們可以加些忌廉奶 忌廉奶 不要太早放了 早放忌廉呢 它就會… 糟糕 糕了 它就不可以滑的 它會結構的 是的… 菜是差不多到最後吃的時候 那時候才會快 嗯, 差不多 我們有… 看看放多少忌廉奶 一湯殼 兩湯殼的忌廉奶 哇… 這個顏色真的不太頂 現在我們說回這個榴槤 即是平時我們吃開這個榴槤 即是都是比較熱性的水果 是的… 所以我們拿去熬湯 又加上這個紅棗、杞子 這個湯有甚麼功效呢 嗯… 補吧, 補血了 特別適合… 特別適合女性… 女性, 對 特別是那些驚奇女性 如果是… 會有些驚控的問題 這個可能可以幫到你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完成了 對,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就像打火鍋一樣 吃完再加雞也可以 就適合一家大小 柴娃娃的時候 就可以煮這個… 那我們關火了 關火 可以馬上試吃了 馬上試吃… 這個… 這個色澤真的… 好, 可以連湯也喝了 哇… 這大概是… 即是…煮完之後 已經是沒有榴槤那些… 沒有那些… 即是大家不喜歡的那些… 味道 還是吃到甜味的 哇… 哇… 而且… 那些… 榴槤和奶油 是… 鎖住在雞的表面那裡 是, 比較滑 比較順滑一點 嗯… 真是很順滑 嗯… 真是… 真是不是開玩笑的 是… 它好像… 揉了一層… 這個… 因為有些忌廉奶 是… 對… 然後這個湯呢 喝起來就像… 我們那些… 抄打龍湯那樣 嗯… 是… 是… 就是有些… 像Creme Chaudel呢 我就是保持了這個… 榴槤的香味 已經沒有那種… 臭臭的味道了 好了… 那我就試一試湯 這個… 豪邁一點點 這個湯是有點像… 我們之前煮的那個… 雞湯的這個味道了 而且因為… 你… 你加了麻油呢 所以特別香 這個… 它又有榴槤的甜味 是的… 師傅,哇… 好多謝你這個推薦了 如果觀眾朋友呢 真的要煮這個的話呢 記得收藏點贊我們這一集了 好了… 師傅,我們要準備下一個… 我們的精菜了 就是我們的… 紅香蒸乳甲 嗯… 一會兒回來… 味酒雞 一會兒見 歡迎回到精至靚湯 我說師傅呢 剛剛煮的榴槤雞煲呢 忍得我們整個攝影組的同事呢 都已經… 吃光了… 師傅,沒有了 我們馬上煮我們的這道精菜 好… 來吧 我們跟觀眾朋友介紹 這個是… 荷香蒸乳甲 荷香蒸乳甲 是 這個荷葉呢 在灣區是否容易看到的 有 每個超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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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葉回來,我們浸軟就能用 有沒有要浸熱水、冬水 浸多久 熱水就快點 冷水就快點 好 所以這個荷葉就一塊 一塊 一塊就夠了 主角就是乳甲 主角 乳甲,我們一般是超市買到的 買到…買到回來之後 砍碎它,砍碎它 砍碎它 砍碎它 師傅,我們從上一集開始 我們都… 真的沒有教過觀眾 砍雞… 砍乳甲的 砍乳甲 我下一次一定抓住你去 教大家去做這個 好 我們砍碎乳甲之後 然後呢,我們就… 這個就不用過水了 不用錯了 已經洗了 洗乾淨它就可以了 洗乾淨就可以了 我們就… 上味了 上味 上味呢,我們首先就… 也要醃一醃 對 我們先加點酒 酒 加點酒來增加香味 這個乳甲真的非常補身 然後加點鹽,少許鹽 大概一茶匙 半茶匙 糖 糖 雞粉 多一茶匙 雞粉一茶匙 對 我們就加些蠔油 蠔油 就是每一次精彩都少不了蠔油 對 有顏色的就可以 沒有顏色的就不想有顏色了 生抽 兩茶匙的蠔油 兩茶匙的生抽 對 我們之後呢 拌勻 拌勻 讓它的味道均勻地包裹 然後透進魚鴿裡 對 我們剛才的魚鴿就非常有營養 對 對 特別是對炎門這個蠔佬 對 這個頭髮白了 這個也可以增強身體抵抗力 之後呢 我們就加些生粉 也是要 對 包著它就會滑滑 包著它會滑滑 有沒有說要醃 也不用 因為魚鴿很薄 很快脆入味 那我們就加些麻油 麻油 加些麻油 加些麻油 一湯匙 對 一湯匙的麻油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之後呢 我們加些臘腸 增加臘腸的香味 那我們就加些薑 薑和杞子 劈一下腥味 師傅為何要選用這個荷葉去蒸 我們荷葉本身可以增加它的荷葉的香味 而且我知道荷葉本身就很適合我們夏天 對 清潔解暑 又可以涼血和化羽 對 我們拌勻之後 將它放在荷葉面上 會不會像糯米雞一樣 將它包著 不用的 我們把它攤開 它就會很快熟 對嗎 就是這樣 這個蒸菜令我想起 我們有一閘的這個 蒸雞 蒸雞 這個是金針辣腸雲魚蒸雞 這個蒸魚鴿 這次蒸魚鴿 之後呢 我們把杞子放進去點綴一下 看下去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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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滾之後呢 我們又放進去蒸 放進去蒸 蒸十分鐘就可以了 也很快 因為由我們這個調味 到這個放進去 幾分鐘就可以了 都是幾分鐘 適宜在家裡自己做 快手菜 好了 我們就等它蒸十分鐘 稍後回來 師傅 十分鐘是否可以了 對 十分鐘之後 我們就蒸好了 又有賣相 對 還有這個荷葉的清香味 我們把蔥放進去 好 這個上得大桌 之後呢 我們蓋一下蓋 要把蔥的香味 焗出來 焗出來 哦 師傅,其實我也想問 為什麼要選這個乳鴿呢 乳鴿呢 是我們廣東人 特別喜歡吃的 我們廣東有一個俗語 叫做一鴿 就勝十雞 對 因為我平時吃這些紅燒 例如石旗乳鴿 比較多 蒸的就稍微少見一點 蒸的就比較健康 沒有那麼多油 對,而且可以保持 對 它的原汁原味 白鴿的原汁原味 還有營養 對,那我們就行了 好 喂 事不宜遲 師傅 拿著這個碗 好啊,你 這個漂亮的乳鴿 你先試試吧 謝謝師傅 這個乳鴿的肉 和雞的肉 會不會… 我的乳鴿是嫩滑一點的 嫩滑很多的 嫩滑一點的 嘩 先試試 對 這個乳鴿是完全沒有雞的 肌肉纖維 吃得嫩滑很多 對,嫩滑很多 而且它配蠟腸和荷葉 有一種… 很特別的荷香味 很特別的荷香味 和香味 嘩 正啊,師傅 今天真是很感謝師傅 首先介紹了一個私房菜 這個榴槤煲雞 簡直是成為我們隊伍的 這個搶掠的對象 還有這麼健康的荷葉蒸魚鴿 如果觀眾朋友 想回顧我們本節內容的話 點到我們YouTube的網站 就可以看到了 記得點讚 還有記得有任何關於肚湯的問題 不是蒸送 有些遇到什麼困難 都方便留言給我們 師傅,你會解答他們 是呀 歡迎大家提問 好,多謝師傅 好,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觀眾朋友再見 本節目由安樂居特別贊助播出 安樂居擁抱安樂人生